明天見 老公 哪里 今天我休息 我想要出門 可是現在外面像爆風雪 出門非常的危險 我想要吃甜甜的東西 不然我做鬆餅給妳吃好了 我做的鬆餅很好吃喔 好 熟悉喔 謝謝老公 對喔 以前的女人是家事 男人是工作的 但是現在的時代是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一起家事 家事 家事也家事 很開心 等一下味道聞起來就已經非常的香了 等一下烤出來的鬆餅一定會非常好吃 然後我強烈建議大家買日本的鬆餅粉 因為他非常的簡單 只要照他的配方做 很快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鬆餅 日本的鬆餅台灣都有進 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品牌 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其他品牌的鬆餅粉 也一樣好吃 有很多人都想知道我跟我老婆在哪裡認識的 然後我怎麼追到我老婆的 那我今天就邊做鬆餅 就跟大家聊聊 我怎麼追到我老婆的 嗯 大家要來的嗎 大家有興趣 真的嗎 大家都想知道我怎麼追到你 喔 那我們就說吧 啊 那 出遇到的地方 首先 まず 私が30歳の時に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で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行ったんだけど その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 行く時に いや 本当に行こうかな 行かないかなって すごい悩んだんだけど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って 30歳までしか行けないし 時間は お金では買えない でもお金はなくても何とかなる いやでも仕事どうしようかな やっぱり悩んだんだけど もう 悩む時間もない 30歳だから とにかく行って とりあえず人生変えようと思って オーストラリアの えっと ブリスベ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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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ブリスベンに行ったんだけど ブリスベンに行ったんだけど で行って まず 友達ももちろんいない で まず 日本人の人と知り合って 友達を紹介してくれ じゃあ早めにね 巻きで巻きで話します で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行って で まず日本人の友達を作って で 英語も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んだけど その日本人の人が やっぱ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に来て 結構時間が経ってたから 友達がいっぱいいるって言って で 韓国人の友達を紹介してくれるって いうことで そのブリスベンのシティ まあ 友達がガーって来たときに 来たんだよね いたの って見たときに はっ かっこいい なんかタイプ とかもって でも なんか自転車で来てて サッと言って サッっていなくなっちゃう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待って って 追いかけて そしたら ラウゴンが 明日は俺の誕生日だから 誕生日においでよ ってそれだけ言って いなくなっちゃう ね 隔天是我生日 所以我就約他去 附近的一個叫做 羅馬公園 一緒に行った うん そう 一緒に行った で その誕生日パーティーに行ったときも たくさん人がいたんだけど とにかく なんかもう 仲良くなりたいと思って 近づいて で 写真は撮ったんだけど でもそのときに ホームステイしてたから 帰らなきゃいけなくて そのまま お家帰って それでもなんか 忘れられなくて で ずっと また会い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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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思ったけど どこで 次会えるかも分からないし 連絡先も聞いてないし あーもう この人とは会えないんだなぁ こう思って 1週間後に 近くのチャーチに行ったら 教会に行ったら いたの 笑 で 帰る際に 次の日 次の日 一緒に公園でデートしたいって やって 積極的に私から誘って でも 話せないから 近くにいた 日本人の女の子も 一緒についてきてもらって 3人でデートして で ここから いろいろストーリーが すごい素敵なストーリーがあるんだけど まぁ 今に至るっていう感じなんだけどね えっ そう 一千存心ね 私の 一目惚れでした 然後這烤盤要预熱一下 先刷一下奶 這樣才不會沾鍋 刷一下 预熱一下 我試用2分钟啦 那很多人說5分钟 但是我覺得5分钟 蠻久的 我等不及了 我2分钟就可以了 我要倒鬆餅 下去了 非常簡單喔 倒均勻 不要太多 太多它等下 膨脹起來 然後我都買這個 把它推均勻 然後我都是設定5分钟 那你想吃硬一點啊 就是時間可以烤久一點 會比較硬 那你想吃軟一點啊 時間就短一點 根據不同的鬆餅粉 有不同的時間 那這一款的話 我都是設定 以我的經驗 我都喜歡 設5分钟 烤好囉 好漂亮吧 漂亮吧 然後如果你覺得 你要再烤得更脆一點 你可以翻面 翻面再烤 我的話會再烤1分钟 讓它兩面都很脆 蓮君 這是爸爸做的 很美味 可以放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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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 超棒的 草莓你自己放 你要放幾顆都可以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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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它做鬆餅啊 這個小孩子也超喜歡的 喔 喔 喔 不要用手啦 喔 快點 好 快點 快點 我現在的 在這裡 是家裡的 在這裡 它製作時 下車 煮起來 對 我們來吃飯 我來吃飯 我來吃飯 然後我們相遇之後 老婆對我一見鍾情 大家不要驚訝 不好意思台灣的男生觀眾 對老婆追我的 還是由他來講比較有公信力 我就專心的做鬆餅給他吃 老婆知道台灣人 但是中國語不能說 所以說話不能說 英語で話しようと思っても通じなくて それで どうやったら自分をアピールできるかな とか思って それで 毎日朝早く起きて お弁当を作って お弁当を毎日届けて まず胃袋から でその後は 前の仕事が エステティシャンやってて マッサージ だから 夜とか 仕事終わったからね 今日の疲れを癒すために いつもマッサージ それを ほぼ毎日 多分毎日 毎日 もう 少しでも一緒にいたくて で 本当は私4ヶ月で オーサラリア 終わりだったんだけど 日本に帰ら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けど 一緒にいたいから 延長して 帰る日も 同じにしたっていう感じで おいし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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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げね 再撒一点 これ お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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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之後 他就很少 給我マッサージ だって もうマッサージしなくても 気持ちつじてるでしょ うん おー おー 現在就給你看 台湾好男人 就是要作鬆餅 給老婆吃 好 老婆 吃看看 好不好吃 跟外面爛の鬆餅 比���起来 ん うん 外面いい いい啊 いいあ うん 外まず外 脆 很高熱量的東西吃起來就是爽 這次北海道女婿推出的團購就是這一台 小V 日本的鬆餅神機 大家應該這一台耳熟能詳 非常的有名 那這一池北海道女婿獨家跟HOLA公司合作 那它推出有兩個顏色 大家看得到這個就是HOLA的獨家顏色 醬紫色 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紅色 那它預設配的是兩個烤盤 這個是鬆餅烤盤 然後這個是鴨土司烤盤 那這一次HOLA廠商多贈送北海道女婿粉絲一個烤盤 就是甜甜圈烤盤 所以這一次總共拿得到三個烤盤 那烤盤在外面市價是1290 所以這次1290直接送給北海道女婿的粉絲 那這一次的售價呢 就是總共三個烤盤是3880元 這個鬆餅神機不只可以做鬆餅 然後它可以壓吐司 然後它總共有14種不同的烤盤 你只要更換不同的烤盤 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菜餃 那這一台其實上非常有名 你只要上網搜尋一些網站或者是YouTube 都有非常多的教學影片都可以參考 然後小V已經騎到第二代了 那第二代就是有這個旋鈕式的 所以你可以設定時間 時間到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斷電 就不會一直烤下去 所以你忘記的話就變你的鬆餅就會變成烤焦了 而且呢 日本的電器都有一個特性 都非常的好清洗 你看這個 只要拿下來 很容易的拿起來 看到沒有 很簡單 等一下可以拿到水槽去清洗 如果你有買第一代的小V烤盤 那這些烤盤到第二代還是可以通用 然後這個烤盤 這個勾都做得非常的深 像這個鬆餅 這個烤盤旁邊的勾都做得非常深 你的鬆餅這個材料不要放太多 它就不會溢出來喔 開始囉 開始囉 第一句喔 來 蓮君 開始囉 今天這道菜餅很美味嗎? 好吃的 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買這種 這種鬆餅機啊 在家裡跟小朋友做 也可以增進家庭的感情 小朋友很喜歡自己動手做 我喜歡嗎? 呵呵呵呵 我喜歡嗎? 然後這次的團購呢 連結會放在資訊欄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我會把團購的連結放在留言的字頂 嗯 今天雪很震得很震撼 外面無法出現 但老公也製作了 好一天 真的很美味 真的好吃 然後現在外面真的下的暴風雪 我等一下就要去外面 少雪了 可能要花半小時 哈哈 等一下會再拍個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 北海套殘雪有多麼的辛苦 嗯 真的 那後來再去看吧 雪だるま也製作了 看吧 今天真的謝謝老公 不客氣 再製作吧 又製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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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